大家好,我是纽村王老师 这是解密《易经与音乐》系列节目的第二期 上一期我们讲了五音的来历 先讲了毕德格拉斯的万物皆数 五音在他看来其实就是简单的整数笔的关系 后来我们讲了管子的三分损益法 如何比毕德格拉斯早一百年算出了同样的结果 讲了周壁算经,规语句的原理 还有世界上最神秘的组织共济会的理念 还有中国的三统利益的计算原理 知识量肯定是比较大 建议看这期之前先回头看看第一期 那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主要要讲讲 Doremi Faso La C 七个音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同样算出了七个音 我们总说五音呢 还要跟大家弄明白一件事 比较难 就是五音十二绿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把这个十二绿给算出来 同样呢 纯知识的啊 我尽量讲的有趣一些 希望大家能跟注 好 我们就先来说说 毕德格拉斯学派的七个音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记得我们说毕德格拉斯说 一切都是简单的整数笔的关系吧 最简单的整数笔就是2比1 那一根弦呢 如果是都 我们切一半 这半根弦弦弹一下就是高音的都 那根据这个道理呢 我们设都是x Rx是高音都 还记得这个我们初中的数学吧 2比1的简单整数比 就是所谓的一个这个高八度 接下来毕德格拉斯认为呢 简单的整数比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2比3 那我们有这么一个算式 就是Rx乘以2分之3等于2分之3x 这个音呢 其实就是so 那我们现在在用那个2分之3x乘以2分之3 就等于多少呢 等于4分之9x 那这个音呢 就是高音的Ry 因为它已经出了这个八度了嘛 所以呢 我们把它除以2 给它回到第一个八度里边去 它就成了什么呢 成了在这个 这个八度里边的Ry 以此类推呢 其他的几个音呢 就这么算出来了啊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2x的 就给它除以2 当毕德格拉斯学派算到发的时候啊 这个数呢 再乘以2分之3 我们看啊 索德的这个数就非常接近2x了 因为呢 觉得没有必要再来了 所以就定下来呢 Doremi Fasolasi 七个音 同理呢 我们看管子 中国的管子啊 比比达格拉斯早啊 它的三分损益法呢 以81为天地的基本数啊 经过几次的三分损益之后呢 如果再往下算 就会出现分数 就不再是整数了 我们接着上次这个算式啊 我们看 当我们用三分损益法 继续损益的时候 下一步就应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 从绝音上面来算啊 它的弦长就变成了64乘以三分之四啊 它是异的啊 等于多少呢 等于85又三分之一 这就是所谓的变弓啊 变弓就相当于锡这个音 然后呢 我们就应该这个从变弓 从锡开始损啊 也就是说乘以三分之二 它会变成什么呢 它会变成变指 然后啊 这个弦长呢 得了多少呢 56又九分之八 显而易见啊 这个变弓和变指 这个弦长呢 开始都不再是整数了 前五个音 你看都是整数 计算非常的简单 简单就带有一种美感 那变弓和变指呢 在这个中国阅礼里面 这叫偏音啊 也同时被采用啊 另一方面呢 五音呢 和五行啊 中国人认为这一切系统啊 都是由五个基本元素 或者是说五个运动状态 构成的 那五行呢 就是自然界中的密码 一切都逃不出五行的树立关系 那么这七个音 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因为在这个音乐家那里 他编曲啊 作曲啊 和演奏啊 他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在中国就叫玄弓转调 就是说啊 音乐家不能解决的是 以任何一个音为基准音 然后进行变调的这个问题 那有多少个音就可以悬弓转调了呢 答案是十二个音就可以了 在中国的音名数五个 工商学之语 这是畅名啊 那十二个音呢 就叫十二律啊 这就所谓的五音十二律 那具体的说呢 一个八度的音程里面啊 可以等比为十二份 让任何两个相邻的这个律之间的音程相等 这就是现代钢琴的这个道理 五音十二律啊 存在的时间呢 其实与中华文明一样久远的 远古的传说是皇帝命令 灵伦做律啊 灵伦呢 也是皇帝的一个大臣啊 那灵伦呢 依照凤凰的名叫的声音 制作出来了十二个笛子 就完成了这个十二律旅 礼记当中啊 描述了一年十二个月 与十二律旅如何的是对应的啊 艺学家郑璇曾经说啊 将每个律管中以这个霞灰填石 霞灰就是灰啊 当某个月份来临的时候呢 与之相应的这个律管中的霞灰 就会飞动起来 叫做吹灰 这个律管呢 可以探测石令节气的变化啊 礼记是这么说的啊 五行四十十二月 环象为本也 五升六律十二管 环象为公也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日月运转啊 春夏秋中十二个月 那环象为本也啊 从冬至从冬天到这个冬天到下一个冬天 这是完成一个循环嘛 那声音呢也应该如此 它有五升六律十二管啊 环象为公也就回到了这个基本点啊 回到了那个公音 我们说应该理论上 一定是从公音 回到公音 就好像是十二个月 一定是从紫月 再回到紫月 但是呢 无论是东西方的音乐家 还有数学家 可能是天文学家 共同的努力啊 他们都没有 精准的啊 回到这个公音啊 这是他们面对的共同的难题 在中国呢 这个问题就特别的重要 因为中国古人呢 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啊 在探索这个音律的 他一年十二个月又回到冬至 那音律上就必须经过十二的一个循环 再回到公音啊 如果音律上无法与上天和谐统一的话呢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叫礼崩乐坏 那设计呢 就没法长治久安了 因此呢 历朝历代的这个儒者啊 都在探索的音律上反攻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回到西方的计算方法啊 我们看看彼得格拉斯的后人们 他们是如何计算的 那很简单 彼得格拉斯肯定会提醒他们 提醒他们 很简单啊 继续简单整数比的关系 用二分之三继续乘 我们看一下这个算式啊 如果他算到第八和第九个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啊 就非常大了 可能就不再是那种很简单的这种分数了 听起来的话也不见得那么好听了 在我们看他当他算到十二个音的时候 这个数啊 这么大 如果用这个第十二个音这个数字啊 再乘以二分之三的话 如果他能回到2x 就说明什么呢 彼得格拉斯 二比三的这个整数比的关系 可以完美的把音程分为十二分 我们看这么大的一个分数啊 我们看这么大的一个分数 等于多少呢 等于 二点零二七 什么意思 他就是比2x差了 零点零二七 那为了调整这个零点零二七 不是二的这个问题 音乐家就有很多的分法啊 那不管怎么分 一定会有一个音呢 他不好听 所谓的叫狼音程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符合 简单整数比的这个规律了 这就证明什么呢 没有可能用简单的整数比的关系 把音程十二分 所以呢 就一定会有一组 一组音不好听 所谓叫狼音程嘛 所以另一个思路就来了 既然按照这个整数比的这个分法 某个音就会很难听 那能不能让这个 所有的音都有一点点不好听 这样的话 不就听不出来了吗 这就所谓的平均率的这个概念啊 所以呢 就需要一个数字 把自己乘十二遍 它等于刚刚好 等于二 其实用现在这个数学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算法就是 二的十二次方根 啊 问题是什么呢 毕达哥拉斯学派 他是不干这个事的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不承认有五里数 我们上期讲过 因为啊 根号二 这个五里数 他的学生挑战他嘛 那毕达哥拉斯会怎么样 他会杀人的 这是所谓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嘛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人这边啊 其实是有解的 从2000年以前的这周壁算经啊 九张算术开始 我们就有开平方的这个算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数学是从易经里面推导出来的 开平方的一个方法就隐藏在易经里面 刘辉啊 他在九张算术著的序言里面是这么写的啊 西在包西市史话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做九九之术 以和六窑之变 刘辉是说啊 福西市用的是数学来解读易经里面的六窑的卦象 从而来解读这个天意的啊 近代学者冯有兰先生说啊 易经就是宇宙代数学 也就是说呢 易经当中蕴含了宇宙智慧的啊 也当然蕴含了宇宙的数学了 但是呢 作为一个数学家 你能理解多少 那全看你对易经的这个解读的程度啊 虽然呢 易经呢 蕴含着开平方的办法啊 也蕴含了宇宙的奥秘 音律的秘密 但是呢 早期的数学家 他并没有完全的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真正完美解决 玄公转调 算出十二平均率的啊 也就是说 找出那个X啊 乘以自己十二次等于2的这个人 他是谁呢 算出这个数的人呢 是不一王子 天文学家 舞蹈学家 月圣 朱载玉 说他是不一王子 是因为他放弃王位 潜心研究学问 说他是天文学家 他算的回归年的长度和我们现在用的所差无几 就差17秒啊 说他是舞蹈家 是因为他首创舞学 他的天下太平自舞 类似于中自舞吧 为我们今天的团体操开创了一个先河 说他是乐圣 是因为没有他的十二平均率 就没有钢琴 连钢琴都没有 我们可能更加听不到巴赫的千古绝响了 朱载玉究竟是怎么算的呢 他首先是否定了前人的算法啊 因为前人都说三分损益嘛 啊 用三分损益的办法继续往下分 就是用我们刚才那个算法继续往下算 比如说啊 金房分到了60个音啊 所谓的金房60绿 后来呢 还有这个阅历学家 他们分到了360个音 为什么360啊 是周天360啊 朱载玉认为啊 周一里边12绿就应该是平均率 它是可以循环回去的 因为这是真理 因为一年12月可以循环回去 一经里面说真下起源 昆净复来 这个规律是一样的 这是真理不容置疑 你用60个音 用360个音 这样的分法是不足取的 12个律 12律回不到原点 60个音 360个音 也没办法回到原点 你用几千次 几万次 上亿次的这种算下去 也是没有终点的 那我们知道呢 京房是谁啊 京房是汉朝的艺学大家 他是纳甲式法 也就是我们民间通常说的那个六窑的算法的创始人 就是京房了 他本身呢 就是音乐家 他根据一经里边的这个数理结构啊 他沿用三分损益法的方法得到了60个音 但是他算到第53个音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相当接近一个这个完整的循环 但是他毕竟是还有差距的 那么朱宰玉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他的算法啊 跟立法家 就是天文立法 天文立算的算法是一样的 他本身就是天文学家嘛 他先定这个基本音黄中 黄中音呢 是开始也是要回到的那个原点啊 然后呢 干嘛呢 然后开根号二 算出来瑞宾啊 瑞宾是五月是夏至 这就算出来两个极端了嘛 紫月和五月啊 冬至跟夏至先定好啊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再二开四次方根啊 算出什么呢 春分啊 春分是夹宫啊 对应的是某月 然后再算出来 男旅对应的是有月是秋分 这样的话就找出中间的平均值了 最后算的是什么呢 算出二开十二次方根 得到了大铝 也就是丑月 只要是得到了丑月的这个数 就可以最后形成这个完美的循环了 朱仔玉啊 为了计算方便 他自制了一个81档的大算盘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普通的财务用的算盘 都是在17档左右啊 81档好几米长啊 很厉害啊 他模拟了天地造化 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 他先将二连续开平方两次 开立方一次 求到二的 这样的话就求到了这个二的十二次方根 它是这么大一个数 也就是这个数乘以连乘于十二次等于二 或者说约等于二 因为它开到了二十五位 后面还可以继续的开下去 因为它是一个五里数 这个数被称作为新法密律 1584年的时候 朱仔玉呢完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律律经义 他详细的描述了整个的计算过程 我们知道1583年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来到了中国居住 这个人呢 名字就叫利马窦 他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 一年之后 在1584年 朱仔玉提出了这个新法密律 利马窦呢 在他的日记里 提到过朱仔玉的这个立法的理论 这个算法 我们知道 16世纪末啊 意大利呢 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那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这种交流 朱仔玉的十二平均律呢 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传入了欧洲 在朱仔玉发表这个十二平均律的这个理论呢 之后的52年 52年之后 在164 在1636年 欧洲呢 就有了相似的理论 所以呢 有了理论的支持 德国作曲家巴赫 在1722年发表 十二平均律取集 就变得有可能了 好 最后呢 我想说 英律之学 与义学啊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以后呢 还会找一些与我们关系密切的这个话题 跟大家继续讨论 那比如呢 五音聊集 好了 五音十二律 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我在 纽村讲国学 我是纽村王老师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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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